欢迎订阅周欧桃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军姑可以给鱼妈炖汤 刚采摘的药草 和黄葵一起煞干 很快就可以失香了吧 你 你谁该死 他到哪里去了 他受这么重的伤 刀尖还被我抹来裂药 肯定会死 明日早来替他收尸了 你是不是被人追杀了呀 我对这一片很熟悉的 我可以带你去医院 你要是不想去医院的话 可不可以放了我 我害怕 救我 不要 不要 别 别 他死了吗 喂 警察先生吗 这里有人被追杀了 在江滩桥底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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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妈 你可这是一条忠心的狗 宁愿病死 也不出卖你的主子 这是太太留给小姐的东西 我是不会给你的 啊 一条狗平时不够谈条件 你把东西叫出来 你们疯了吗 好好的帝都不呆 跑到云城来干什么 苏西 快把你妈妈的条项密集交出来 我妈已经死了十年了 你妈带着你交战雀巢 枪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又把我赶到了乡下 如今连我妈的遗物 都不肯放过了吗 那是你妈自己没本事 抓不住男人的心 才让我妈有机可乘 哟 你这脖子上是吻痕吧 小剑蹄子 难怪昨晚一整晚没回来了 是不是跟哪个野男人出去鬼混去了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 羽妈 我妈的东西是绝对不会交给你们的 是吗 那你知道这个老东西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只是他一直没跟你说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情之病 羽妈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大小姐 我 卫安呀 做手术的话 还能活几年 不做手术 怕是没几个月了吧 不如你把你妈的调香秘方给我 我考虑给你一百万 让这老东西 舒服一点 不 不行 小姐的配方 绝对不能交出去啊 卫安 好 我给 你这手链哪来的 是我捡的 不可能 这手链是电动战家的东西 怎么会在他手里 这手链我要了 你把我手链还给我 你可考虑清楚了 这条手链 这条手链 加上你妈妈的调香秘方 只一百万呢 女儿 你拿个破手链干嘛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个手链呀 可是湛家的信物 应该苏星金年的培景 以后 这肯定哪有用处 我听说湛家大少 刚好到云城处理事情 难道那个小蹄子 真的不大上了 湛家掌权人 还是我女儿想得周到 嗯 陈医生 不好了 病人大出血 随时有生命危险 必须把这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怎么只有一个 坏的不是三宝胎吗 另外两个是死胎 什么 苏小姐 我们尽力了 死胎 不是 不是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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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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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是苏妈 你快走 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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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你妈你醒醒 啊 啊 老婆 妈妈一定会带着你活下去的 苏曼 五年了 我回来了 希望你这些年作恶的手段有所进步 这样我才更加坚定我对你复仇的信念 苏曼 好久不见 那位就是你的男友 战思年吧 小姐姐你的眼睛掉了 我帮你解 谢谢你啊小朋友 小姐姐你是不是暗恋我爹地 小朋友 我都不认识你爹地呢 你刚才偷看的战思年就是我爹地哦 你爹地是战思年 奇怪 怎么没听说过苏曼生孩子的事 我爹地没有老婆 要是你想追求我爹地 加油哦 晨晨你在干嘛 你是什么人 敢打我爹地的主意 小朋友 可不许胡说啊 战业心你好凶 我跟你说 在外对待女人要温柔 以后逃不到老婆怎么办 小心被人卖了 还要替别人数钱 小姐姐不是华人 小姐姐喜欢爹地 如果想追求我爹地 你就自己去搞定他吧 小朋友 我对你们的爹地呢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且你们的爹地 已经有女朋友了 那就在哪 她想当我们的妈咪 还不配 陈赵我们走 苏曼 真是有趣 看来你得加把劲 喂雅柔 欣欣你女儿睡觉了 我先带她回房间了 嗯好我这就登船 嗯 真是你 是她 哎 这味道就跟五年前一样 你干什么 流氓 你身上的味道很特别 用的什么香水 你身上的味道很特别 用的什么香水 你这种搭讪方式 太老套了吧 好 喂 查一下 刚从电梯出去女人的身份 欣欣 我看到战四年了 还有她那个绯闻女友呢 真是晦气 五年了 也只是个绯闻女友 好 看来苏曼不行啊 那种女人 我多看一眼都嫌恶心 真是晦气 又不知道战四年是什么眼光 我这次回帝都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 苏家人想方设法的联系我 竟然用我妈的遗物 逼迫我嫁人 苏家人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你 妈咪 你头发好乱呀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是啊 妈咪啊 刚才打了个怪叔叔呢 妈咪好厉害呀 总裁 这个女人登记信息是战安娜 就是你今年一直要找的 世界级条乡式冠军战安娜小姐 有点意思 你先出去 是 四年 难得休息 怎么在家里啊 四年 你找我什么事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去游泳吧 我有事处理 很忙 四年 我都已经跟你生了两个孩子了 你为什么一直不肯亲近我呢 爹爹 爹爹 你们在干什么 正夜晨 你傻嘛 他们准备再生孩子 爹爹 你不要我们了吗 你还要生 欣欣 晨晨 就算妈咪再生宝宝 你也是我们的孩子呀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们呢 苏玛 你在胡说什么 四年 我们不要弟弟妹妹 也不要妈咪 你不适合做我们的妈咪 你根本就不够爱我们 只想着再生几个孩子 嫁给爹爹 是不是 四年 你看你当初 不让我照顾两个孩子 现在我想照顾他 也没有机会了 他都觉得我不关心他们 爹爹这次带你一起旅游 就是希望你能和我们相处 但是这五天 你从头到尾 都没有关心过我们的情况 你们继续刚才的事吧 再生几个孩子 都跟我们没关系 晨晨 我们走 苏玛 你错过机会了 四年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不关心他们 我只是 只是觉得应该先征服我是吗 四年 滚 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 原来那女人住在818房间 湛思念 你怎么来了 丹安娜小姐 有件事我想照顾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很简单 我查了你的登记信息 我登记信息 并没有写 我就是条湘师 戴安娜 所以也就是说 你是猜的 是 你想和我聊什么 如果只是搭讪 抱歉 我很忙 我有正事和你聊 湛先生 你是有女朋友的人 这样随便进入一个陌生女人的房间 不合适吧 你到底想要跟我聊什么 我想和你聊的事 就是想问问 戴安娜小姐身上的香味 是什么香水 我自己调制的香水 我想邀请安娜小姐 入职云天集团 并且担任云天集团调香师总监 将这款香水研发出来 并且应用于市场 还真是诱惑呀 全球顶尖的香水研发实验室 可是 为什么是这款香水呢 是因为苏曼呢 还说不关注我 我的底细不是被你摸得一拳二手 战先生 你和苏曼的绯闻 国内外都传遍了 我想不知道 都很难办 还有 不管你是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答应 所以战先生 走吧 你在跟我预行故纵吗 战先生 你还真的是有病 我不想跟你合作 我也没有任何想要勾引你的想法 而且 我已经要结婚了 我老公很厉害了 是帝都的大人了 明白吗 你老公是谁 关你什么事啊 出去 出去 你 你 你 爸爸 你是不是不要我和哥哥 想和他再生一个弟弟妹妹 放心 爹地有你们两个就够了 没精力照顾别的孩子 真的吗 他在骗你呢 他要娶苏曼 娶她是你们太奶奶的意思 要给你们一个健全的家庭 但是爹地可以和你们保证 除了你们 我不会再有别的孩子 如果爹地骗人 爹地是小狗 好 贝贝 你妈妈去机场拿行李了 我们在这等她 好 爹地阿姨 好漂亮的小妹妹啊 你的糖果能借我吃一点吗 这不是苏曼和赵新年的孩子吗 我们贝贝不和男孩子玩 这位小姐 我儿子想跟你女儿玩 这是你女儿的荣幸 战业的品味可真是差 这样的准容脸也下得俱嘴 苏曼 赵家的车到了 我们走吧 四年 今天晚上我能住你家吗 麻烦让一下 贝贝 我们走 四年 刚刚那个女人是谁啊 雅柔 贝贝就先交给你了 我要去一趟苏家 好 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陈总 我们来 走 慢慢 你说真的吗 张少浙子真的答应娶你了吗 妈 五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马上我就要成为丈夫人了 嗯 好好 很好很好 你是谁 柳姨 好久不见啊 哎呦 这是苏欣了 什么 是我女儿苏欣 爸 五年而已 连你都不认识我了 苏欣 你这也太丑了吧 苏欣 我就算再丑 跟你没关系吧 可我是没关系 只是 我因江南阁的人嫌弃你 你不像拿不到聘礼了 你还真是想拿聘礼啊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被江南阁的人赶出来 那你妈的遗物 这辈子都不会还你 结婚吧 肯定是要输彩礼的 欣儿啊 这五年你到底哪儿去了 山上挖煤呢 放着苏家大小姐不做 跑去挖煤 江南阁虽然是个病秧子 但是他毕竟是大户人家 有钱有势 吃喝不愁 你怎么跑到山上去挖煤了 你现在这样 能嫁给江南阁 也算是烧烤香了 不骂 江南阁的苏大小姐 是你啊 我还说 为什么你们这次对我这么好呢 又是对我主动道歉 又是归还我母亲的余 原来是想让我收拾你的烂摊子 想让我嫁给一个病养子 馨儿 其实你才是苏家的大小姐 江家要娶的是你 真是讽刺啊 现在我是苏大小姐了 当初不要我的时候 你们可是很干脆 直接把我丢到了乡下 现在收了人家聘礼 又怕特罪小姐 就假惺惺了对我 让我嫁给一个 你们都看不上的病养子 反了 我看你反了 今天这江家 是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不得 你母亲的遗物 你这辈子休想拿的 我嫁 姐姐 这才对吗 姐姐 可得把你的病养子 老公照顾好 说不定 还能落个好处呢 我母亲的遗物 你最好说话算数 只要你不搞砸 你母亲的遗物 一个月之后 自然会给你 姐姐 上车吧 谢谢 你也就只能嫁给 嫁难隔这种冰养子了 而我 马上叫嫁去战甲 做镇少太太了 你是苏小姐吗 我是苏星 苏星 怎么会是苏星 哦 那个 苏小姐 您和先生的新婚货房 在四楼 我带你上去 好 谢谢 麻烦了 苏小姐 先坐在这 情衡不好了 嫁过来的不是苏曼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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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干嘛 坐吧 说是你 郑先生 您怎么在这 你是谁 人类江南阁的少女 竟然是郑四年 现在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说 你想定办法要嫁 竟然就是你口中 江南阁病 放开 不好了 嫁过来的不是苏曼小姐 你是谁 我呀 我叫苏星 这苏家让我嫁过来的 苏家不就一个女儿 叫苏曼吗 不过 我确实是苏家的大小姐 但是我从小就在乡下 你们口中的苏曼 是苏家的二小姐 什么 这怎么办 总裁 哎呀 肯定是之前去苏家的人 没说清楚 我派人把苏大小姐 送回去 再派人把苏曼小姐 接回来 糟糕 看我才变 你都不会把我都弄了 不用 苏家送来的丑女人 拿了上亿的聘用 当江南阁是好欺负的 怪不得苏曼这对母女 千方百计的联系我 劝我回国替嫁 原来是掉钱眼里了呀 战先生 我有个疑问 你不是想娶我的妹妹苏曼吗 干嘛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说自己是病秧子江少爷呢 你不是姓詹吗 总裁母亲姓江 万人也称我们总裁为江少爷 老婆之前为了保护总裁 对外宣称 江少爷体弱多病 原来是这样 你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你只需要明白 是苏曼自己 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 他这辈子休想 加入战家的大门 总裁 但毕竟我们跟苏曼小姐结婚 也是为了两个小少爷 要不跟两个小少爷商量一下 不必 苏曼当初擅自怀了我的孩子 想见有孩子上位 他没有资格保养孩子 你怎么还不走 战先生 我已经嫁过来了 苏家也收了你的聘礼 不如我们这样 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 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 难道苏家的人 就这么不要脸吗 继衡找人把他送回去 是 一个月 我就在江南阁待一个月 一个月后我会主动离开 在此期间 我不会透露您的身份 也不会透露江南阁的任何信息给苏家 一个月就忘想得到我 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 战先生 您要不要闻一下我身上的味道 苏大小姐 你这我们总裁最讨厌道天的女人 你身上怎么会有这种香水味 究竟是谁 战先生 您认识戴安娜小姐吧 你是戴安娜什么人 我跟安娜呢 是好朋友 只要你同意我留在江南阁 我可以帮你 拿到几瓶香水 你在和我谈条件 看来战先生是不同意 OK 那我走 我同意 战先生 合作愉快 你就是苏家孙来的新娘吗 是我呀 好丑的姐姐 小朋友 看人可不能光看表面啊 晨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笨蛋 她的意思就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 了解一个人不能光看表面 秦恒 把星星和晨晨带过去 好的总裁 不用 我自己走 你们好好聊聊吧 戴安娜在哪儿 战先生 安娜可是很忙的 听说她嫁给了帝都的大佬 对方是谁 这个嘛 我不知道 所以这是她编造的 战先生 我跟你的合作 只是帮你弄到几瓶香水 而不是出卖安娜的信息 祖亲 你觉得你现在 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 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得立马捕回心 你到底想要什么 让戴安娜明天 到天音集团来找我 香水的事 我亲自和她谈 战先生 香水的配方 是安娜母亲 用生命换来的 你觉得她会出售吗 好 如你所愿 我同意叫你 小朋友 丑姐姐 你以后就是我们的妈咪了 你和苏曼是什么关系 这样吧 我一个一个回答你们 第一 我不是你们的妈咪 我只是暂住在这里一个月 第二 我和苏曼呢 是同父一母 我叫苏星 你们可以叫我 星姐姐 原来是这样呀 丑姐姐你会做饭吗 晨晨小朋友 你这样真的很没有礼貌 哎 饿了 星姐姐 给你们修一修 大少爷 你回来了 星星和晨晨 还在闹绝食吗 好久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蛋炒饭了 你的蛋炒饭 油和盐的含量 严重超标 不符合营养师制定标准 不过也勉强算能吃 真的 奇怪 星星少爷和晨晨少爷 一向挑食 今天怎么吃的精进有味 爸爸你看 这是丑姐姐 给我们做的蛋炒饭 苏小姐 你的蛋炒饭用什么做的 只有油 蛋 盐 放 放心吧 孩子没这么娇弱的 丑姐姐 吃饱了 你能带我们打游戏吗 女孩子打游戏太弱了 我才不要和女孩子组队呢 战业型小朋友 以貌取人可是不对的呀 我可是差点参加咱们帝都游戏联盟训练赢了呢 这样吧 我陪你们打一局 哎呀 走 她不是蓝国人 什么时候还参加过帝都训练营的选拔了 齐恒 给我调取一份苏家导小姐苏青的所有资料 上上上快快快快 耶 赢了 哥哥你怎么又输了 再来 时间不早了 小朋友游戏时间结束 哥哥他好厉害呀 哥哥 战先生 你 你有什么事情吗 都亲小姐请自重 战先生 是你没出生 我还以为是悠然 过来送衣服呢 你能不能别自己脑补 香水呢 那个 香水需要安娜小姐调治出来才行 她现在正在忙结婚的事情 可能需要过段时间 别过手心夸张 安娜小姐真的会帮你掉这款香水 我现在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女人 如果我要是敢骗你 我还想不想活了 出去 这女人知道寄人篱下还这么嚣张 带安娜要嫁的帝都大老到底是谁 奇怪 郑思念怎么会对我妈留给我的香水这么感兴趣呢 那可是女香啊 什么事 江南阁那冰秧子怎么样 冰秧子 苏梅 我还真是挺期待 你知道真相后悔不当初的样子 你得益什么呀 苏西 你最好在江南阁丢老师的 要是因为你耽误我嫁金正经 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的赢物 你还想嫁进战家 那就祝你顺利了 苏梅记得旅行成目 时间一到我会去苏家 买我妈的遗物 要是让我知道骗了 后果不是你们所能承受的 明白吗 你神奇什么呀 苏西 等我嫁进战家变成战上男 给你好看 还有一个报告呢 这不是陈转和鲜星的戳伤证目吗 重云遗远 五年前 红云遗远 红云遗远 那不是我生贝贝的医院吗 那不是我生贝贝的医院吗 五年前 五年前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苏曼也是在那家医院生的孩子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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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苏揉帮我调取一份五年前十月份 同云医院所有孕妇的新 子 苏心做好心理准备 我刚才修复了同云医院 被被出身那天的监控 苏曼从你的产房里抱索了孩子 另外那天医院除了你 只有一对外国夫妇生产 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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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苏星你没事吧苏星 我没事 我和苏曼的仗 我会亲自算 欣欣姐姐你怎么了 真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 沉沉的事 欣姐姐怎么哭了 沉沉 谢谢 等我 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的 好了时间不早了 我担你们两个下去洗手睡觉吧 好 苏曼 苏曼小姐 你们总裁呢 我们总裁正在开一个跨国视频会 苏曼小姐 凤雎 挤 就是 这是我给你做的便当 快尝尝吧 我想嫁给你啊 一直这样没病没分的 我已经给过你 是你自己不珍惜 以后休想套入战家办法 齐恒恒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苏曼不得套入云天集团办法 是 四年 等等我 苏曼小姐 总裁做事风格你应该清楚 请自重 雅柔 谢谢 你让我分析分析 湛四年的孩子是你的孩子 你当年生了三胞胎 等于说贝贝也是湛四年的孩子 那你和湛四年当年 只是阴差阳错睡了一觉而已 都是成年人 没必要大惊小怪典 成年往事 我也不想再提了 雅柔 你帮我联系一下国外律师 我要跟湛四年打官司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好 我无尽力帮你 谢谢你雅柔 妈咪 你这些天去哪了 贝贝见不到妈咪 好难过 贝贝 你喜欢哥哥吗 嗯 哥哥 是会保护贝贝的哥哥吗 嗯 贝贝 你还有两个哥哥 等妈咪处理完这些事情 就带贝贝 还有哥哥 去国外生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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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对于金融城的打造 各位有什么意见 总裁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你是不是在帝都已经没有在乎的人了 今天就去非洲援助吧 别别别 那我还是先说个坏消息 根据星星和沉沉的体检报告 曼小姐和两位小少爷血情不匹配 好 立刻安排医院 给我做佳琪鉴定 是 对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恭喜你 找到了流落在外的女儿 是这样的 学校里面有一个叫贝贝的小女孩 她的体检报告和两个小少爷是一样的 刚才呢 做了亲子鉴定 贝贝是你的女儿 这是资料 好好查 七天之内查不到结果 情报组原地解冠 是 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爸爸 我们今天见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妹妹 她叫贝贝 好可爱的 是吧 哥哥 嗯 贝贝确实很可爱 贝贝 总裁 戴安娜和苏欣是一个人 这里的人是苏欣 两个小少爷和贝贝都是苏欣生的 苏曼应该是抢走了手链 冒充了苏欣小姐 三分钟之内停掉我的所有负卡 告诉律师 收回我给苏曼的所有产业 给苏欣 next time 当天 聊天 自己似的 好好珍惜 你想知道什么 五年前云城那晚的女人 到底是谁 重要啊 这很难回答吗 我给你的战家信物 为什么在苏曼上 他用陪在我身边二十年人的性命 威胁我 踩着我的这只手 抢走了那条破项链 战先生 站走 站也 这个回答满意吗 他抢走了我的孩子 害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 五年后 我仇人的男朋友 还妄想跟我合作 你一心只想要我的香水配方 真是讽刺呀 也许 这一开始 就是个套路 不是全套 战思年 我告诉你 我母亲的条乡配方 苏家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 而你 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香水配方 至于孩子的抚养权 我们法院去 我们聊聊 你 哥哥 爹爹爹爹为什么要欺负新姐姐 刚才我的朋友黑进了童云医院的戏口 他调查到 五年前 苏曼根本就没有怀孕 剩下我们的是苏星 所以苏星才是我们的妈咪 是苏玛害我们没有妈咪 可恶 哥哥你的朋友是加州的福尔姆斯先生吗 笨蛋 还敢质疑我的判断 苏星肯定就是我们的妈咪 占四年 我们之间 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自认为我对你不亏欠 占家可以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和最好的思愿 光这点你就输了 你不要低估了 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 为了兴兴尘尘 我可以付出一切 付出一切 不管你是苏星还是大安娜 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这辈子见宝贝 你 我对苏玛没有任何感情 更不是她的男人 我之所以对她照顾有加 是因为我误以为 她是星星和晨晨的母亲 机会给你了 你自己想 妈咪 妈咪 能不能别离开我和哥哥好不好 妈咪 我和晨晨 需要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长大 我和晨晨 需要一个妈咪 还需要个爹地 妈咪 贝贝 你 齐叔叔说 我有爹地还有哥哥 是贝贝妹妹啊 欢迎回家 以后哥哥保护你 谢谢哥哥 哇 贝贝的爹地好帅 贝贝 贝贝喜欢爹地吗 喜欢 战先生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这是干嘛 我要去苏家 提醒苏家人一些事 我可以帮你解决 你话这么丑做什么 我和苏曼的恩怨 我要亲自解决 嗯 苏欣 你怎么来了 我已经按照约定嫁过去了 到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吧 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 你急什么 这才嫁过去 就是把东西拿回去 万一你把东西拿了 跑了怎么办 就是 当初说好了 你嫁过去一个月 现在时间还没到 你就来拿东西 我们可不给 这是你们说的 好 一个月后 我会再来 等等 我刚刚忘记说了 光单板一个月可不可以 隔寸进尺 倒是被你玩明白了呀 这就过分了 还有更过分的呢 毕竟 你妈的遗物在我们手里 想要成功了 就不能有软肋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一点长筋都没有 苏曼 这句话我原封不动地送给你 希望这些年 你有所长进 这样我才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和我说话 行了 行了吗 真以为你嫁个冰秧族 就能飞上之河当凤凰了 当初你妈的遗物 可是我们花一百万买来的 你现在就想这么轻易拿走 这不合规矩吧 一百万我可以还给你们 现在立刻马上 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 拿钱买 你个捡垃圾的能有多少钱啊 一百万 一辈子都攒不到了 劝你啊 别白费力气 我看这样吧 看在你也是老苏的女儿的份上 你就跪下 给我们磕几个头 说你错了 不用你等一个月的时间 也不用你和你那个 傻子老公李正结婚 我们就立马把你妈的遗物给你 可以吗 这个主意不错 我喜欢 苏星 还不快点 突然我哪天心情不好 把你妈的相仿 一把火烧了 已经什么都烙不到了 你一个小三 也配让我下跪 做梦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怎么 耳朵聋了吗 我说的话听不清楚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耳鼻喉科的医学专家呢 小剑铁子你敢骂我我看你是找打 骂你 骂的就是你 我都要看看 仅仅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巴掌硬 苏星 在我面前 你还想丑威风 下辈子去吧 我怕告诉你 当初你妈就是被我归以射解才气死的 这事你爸也有功劳了 好 很好 我们来日方长 这笔账早晚给你算 我最讨厌你这陈枪的模样 真是慧气 你说说你老老实实听曼曼的话 不是很好 非要来找不自在 苏星 你这么着急 不会真动了要走的心思了吧 虽然你的老公是个傻子 但是他家底丰厚啊 一个简破烂的叫到他们家 也算你的福气 毕竟啊 你一个丑 一个傻 算般配 爸爸 你说什么呢 干嘛见你姐姐伤疤 万一到时候 你姐姐母凭子贵 还要看他脸色了 母凭子贵 就他那个傻子老公 我都打听清楚了 是一个智商 连三岁小孩都比不上的废物 他敢生孩子吗 不怕生出来的孩子 和他一样 他老公是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天 是 四年 你怎么来了 郑总 你来了 我们刚刚是在教训 我那个不真切的妓女 让你看笑话了 快坐 我跟你待在一起 都觉得恶心 王总 你怎么来了 你说呢 来之前为什么不通知我 又不是什么大事 我可 只要是你的事 再小的事都是大事 这是怎么回事 四年 你在说什么呀 在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听不懂 还有 你为什么要帮苏星啊 我的意思你最清楚 我不想看见 至于为什么帮苏星 因为她是我的老公 不可能 四年 这不是真的 你是在骗我对不对 四年 你说话呀 江南阁 江南阁的人 就是战四年 错了 我们弄错了 别碰我苏曼 我给过你机会 江南阁的那个人就是我 不是看你一直在等我的份上 才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老头来是你自己不珍惜 四年 你听我解释呀 我当初不知道 江南阁的人就是你 你 苏曼呀苏曼 偷鸡不成反十把米 说的就是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叫人痛快啊 四年 是苏星 他是故意的 他是居心不良 你跟他离婚 跟我再一块吧 好不好 苏曼 我给过你机会 以后你在云天集团的特权 一定罢免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四年 你不能这样对我要四年 四年 四年一定是我的 曼曼 别这样 妈 我真的不甘心 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苏星 为什么我拼了命 想要得到的东西 她总是轻而易举的就能得到 曼曼 不要灰心 我们还有底牌 我们还没有输 你振作一点 何况 苏星那么丑 哪个男人会喜欢 说不定战爷这样子 就是故意气力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就算她嫁给了战四年 那又怎么样 那两个小崽子 就是我的筹谋 妈你说 四年会不会查到了 那两个小崽子的真实身份 不可能 我当初 可是把一切信息给抹出 保证万无一失 再说了 你还不清楚战四年的性子吗 要是真的查出什么了 她怎么可能这么平静 但是 我还是要去战家看看 看看那两个小崽子 有没有什么破阵 这个想法好 我们换一身衣服 就去关查一下情况 五四三二一 你们擦好了吗 我擦好了 好了 你慢一点跑 别摔着 晨晨 进 谁让你来勾引四年呢 我猜是她的阵盘女友 现在给我滚出去 干什么 不许碰她 你呢 我勾引战思绵 苏曼小姐 我可是听说 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哟 闭嘴 做小三还在这么猖狂 你看我教训 那我是小三 还想拿正公的身份来教训我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等你哪天当上了战太太 再来我面前显摆吧 现在有多远滚多远 你是苏欣 你根本不是之前那个丑样子 你在骗我 看来你也没瞎呢 竟然还能认出我来 你之前是在故意 在苏家装起盖 借苏家的手 嫁给思琳 苏欣 你好深的心机啊 如果思琳知道 一定不是放过你 苏曼 要是有病呢 就去吃药 没有必要在这里撒泼 哪样的两个小一种 给我滚开 我不是野孩子 你出门是不是忘记刷牙了 当年就是险些把我妈咪害死了 有些账早晚要还 苏曼 我跟你之间的恩怨是该了结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你这样也骗站在四年边 我才是真正的站太太 来人 苏欣你别以为你红叶乱云 就可以让我放过你 我这辈子都要把你踩在我脚下 我会让你知道 我才是名正言顺的站在你 还有 我才是他们两个小崽子亲吗 这两个白眼狼任贼作梦 既然不会说话 那就不要说 如果我再听到了 你说他们两个一句不是 我就让你牢底坐穿 把他赶出去 你 谢谢 我不会放过你 五年前 让你小心逃了过去 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敢和我抢 等着我的抱负 这次我一定让你胜利狼藉 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回来了 爸爸 今天那个坏女人来了 还欺负妈妈 对 爸爸帮妈妈打坏人 今天那个坏女人还打了妈妈 好 爸爸会惩罚她们的 我现在就通知门口网门 以后不会放她进来 吃饭了 苏欣 你今天没事吧 没事 就两个孩子被骂了一头 我已经通知启恒 去调查苏家母女了 我会帮你报仇的 嗯 吃饭吧 伯伯 吃这个 这个好吃 我最爱吃这个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谢谢欣欣哥哥 晨晨哥哥 还有这个 这个好吃 还有这个 你快吃 快吃 贝贝吃不下了 嗯 你们两个行了 你们两个小花童 你看贝贝碗里 都那么多了 她都吃不下了 你们两个自己吃吧 给贝贝呀 做个好榜样 好呀 贝贝你也吃 贝贝吃 妈妈 贝贝想听故事 我也想听故事 听故事 那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呢 白雪公主 奥特曼 两个都听 那这样吧 爸爸呢 讲奥特曼好不好 妈妈呢 讲白雪公主 好 那我们分开第一 山上呢 有个小和尚 和尚呢 遇见了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有了她的王子出现 最初见 赞 一桥 大 começ 一起不过 我们终于睡着了 笔 designed 别吵醒他们 他们睡着了 也该我们了 你放我下来 不放 那几个小崽子天天缠着你 我都没机会和你亲戚 别胡说 回房 苏西 蔓蔓 你怎么了 妈 苏西那么很假的样 她骗我们 她是故意扮成那个样子 给我们看的 现在那两个小崽子 还跟她亲近的很 她还说到什么声势 会不会她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了 不会的 蔓蔓 妈妈已经确认过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一定要让她 失败之路 我失不得翻身 好 妈帮你 妈认识那个 喜欢玩女人的李总 咱们就把苏西送给她 到时候咱们拍她的照片 到时候她就是玩物 那你快点联系李总 我们就拿她妈妈的遗物 把她骗回来 到时候 生米煮成熟饭 看看她有什么脸 在我面前要我杨温 这暗思年 一定也会抛弃她 好 我这就联系好李总 能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就联系苏西 谢谢妈 你是妈的孩子 妈不帮你帮谁啊 苏西 你再等着 我已经攻击了 看你的材料 苏西 你妈的遗物你还要不要 苏曼 你又要耍什么把戏 你管我耍什么把戏呢 那些破烂 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就一把火全烧了 不管你耍什么把戏 我都接着 等着我 我马上就到 我恭候大家 妈 她马上就来了 好 李总已经在二楼 等着她了 祝我们一切顺利 祝我们一切顺利 我妈的遗物呢 着急干什么 坐 我明知道你们心思不正 为何要配合你们呢 既然已经撕破莲了 就没有必要装了 东西给我 我拿了就走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不给你 既然这样 我也没有必要浪费口舌了 就是希望等战司 你亲自来问你 你们也可以像现在这样嘴硬 苏西 等等慢慢平复下你的情绪 不要像个坡夫一样 苏西 你妈的遗物都在二楼主上市 你跟我一起去拿吧 我不想不到晦气的玩意 怎么 不敢 走 那个就是了 你自己拿吧 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好东西 接下来你就好好享受享受吧 李总 人我给你带来了 进来吧 哈哈 苏夫人大气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 哎呀 小美人 你舒服对吧 不舒服就对了 让我来帮帮你 这下苏西 我看你怎么和我都慢慢争 你别过来 姑奶奶手下留情啊 是是是是你后妈让我来的 不不不不关我的事啊 是你后妈让我来的 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 不行 好好好 小心点啊 我还没活够呢 我没活够呢 手机给我 手机手机 好好好 给他 喂 苏西 这我 机会赔了 哎 啊 不许过来 我我不懂我不懂啊 嗯 嗯 这女人还真狠啊 啊 清清我带你走 盒子给我 啊 赞总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位小姐 是你的女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东西 那我也让你尝尝自如 啊 哎 啊 哎 哎呀 啊 思念我们走 思念你听我解释 赞总 不知道我们这样 为苏西打掩护不对 但是这也不能全怪我们 闭嘴 才想狡辩 敢动我的女人 你只是在找死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 滚 思念你等等我呀 为什么呀 为什么每次一到关键时候 就总有人来救她 慢慢 现在还不是关心这些事的时候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扫清一切证据 不让赞总 抓住你的把柄 不然你就真的 再也做不成赞太太了 楼上李总怎么回事啊妈 你把她赶走吧 好 公主 色发炸 你刚刚把太太 灭 哥 林人 你 在无人 们 你 我们 我妈 妈妈 月儿 你们在楼上干嘛 吵吵闹闹的 爸你怎么回来了 该死 爸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哎呀别提了 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公司处处都不顺 妈妈 搞个时间和战爷提一提 让他过来帮你解决解决 哦好 你妈怎么还没下来干嘛去了 哦 妈在整理储存室呢 这是闲得没事做 快让他下来 我现在还有点事 找他商量商量 哦 他应该很快就好了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找 爸 你不能去 啊 妈妈 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 一直拦着我不准我上楼 哎 你妈到底在干嘛啊 爸 你不是肺不好吗 妈妈在生事处存室 一生的婚你就别去了 你骗我 你不知道吗 你说假话 眼睛就到处瞟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 到底在干什么 啊 爸 你不能去 哎呀滚看 好你个肩膚淫妇 后勤居然偷到我家来了 我 左寒 我肯睡你老爸 是看着心念 你还算什么东西 赶紧给我滚 爸 你怎么了 老苏 你怎么了 行行一推就晕了 真是会心 人家里等 妈妈快来电话 爸你爸送医院 哦好好好 妈 你说爸现在成了植物人 我们会不会暴摸 别急 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知道再说了 我们不是有被过人选吗 妈 你的意思是 把爸的病载到苏星室上 话不能说的那么难听 我们明明是追溯根源 你就别管了 我来坐 你就好好想想 怎么挽回战役的心 思念 别走 我好热 别急 好痛 别动 马上就好 你今天 怎么没有去上班了 上班哪有老婆重要啊 等会儿 我就给你报仇 你想去干嘛 你们是谁 不知道我是 李氏集团公司的大老总呢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 让你们吃不了兜的走 你把他帮来了 跟你说说气啊 谢谢老公 是谁口气这么大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吃不了兜着呢 战总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不知道 苏小姐是您的太太 要不然给我十个打头 我也不敢碰她呀 还敢小便 战总 我真的是冤枉的啊 都是柳一 柳一那个贱人 她说 非要把她的女儿给我玩 所以我才会去苏家的 战总 战太太 求你们放我一马 放我一马 放你一马 你记住 在我这里 你永远不用说 谢谢 嗯 我知道了 欣欣 你先坐着 我去 我去给你洗水壶 总裁不好了 夫人的父亲苏海 住院成植物人了 苏曼与柳一 倒要是夫人所为 现在已经上热搜了 召开新闻发布会 再砸钱 把热搜给撤掉 然后动用所有资源 调查事情的原委 怎么啦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现在手还在受伤 不要乱动 我受伤的是左手 现在用的右手 没事的 你先别看手机 思念 我不希望你有事情瞒着我 怎么会这样 欣欣 我已经要前行去 调查这事情原委 到时候 我就跟新闻发布会 我来证明你的清派 嗯 好 请问苏青小姐 你是否真的 抢了你妹妹的男朋友 苏青小姐 你是否承认 把自己父亲 弃成植物人 关于苏海先生的问题 我有证据证明 不是我夫人苏青所措 而是苏曼和柳怡 自造自演 齐恒 把当时监控调出来 给大家看 苏青小姐 真是战神夫人 战总居然结婚了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还真是的 苏曼和柳怡 真不是东西 明明是自己做的事情 却造谣苏青 真是丧气天良啊 嗯 嗯 现如今 以证实事情的真实性 我不希望以后再听到 有关于我夫人的 任何负面影响 我知道 战总对夫人真好 静航 苏家的公司可以扩产 把那两个造谣的女人 抓进去 好好交易交流 是 走吧 走 星星在看什么 三年一度的调香大会 要开始了 我得到了邀请函 邀请我做本次大会的评委 我在考虑去还是不去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心情了 我是这么想的 上次苏家破产 柳怡 虽然被我们送进去了 但是苏曼 却逃跑了 我想利用这次大会 让他自己跳出来 你就相信他一定会出现 这不是 还有你吗 又想我出力啊 有什么奖励 可以吗 这可不够啊 苏曼 你想怎么做 你配合我一下 放出消息 就说本次大会的冠军 可以进入云天集团 资深实验室 苏曼呢 也是从小学调香的人 再加上你和云天集团做诱饵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好 这次的挑香大会 我一定要参加 这样的进入云天集团 接近四年 我就有机会 肯定可以跟四年 真正在一起 苏星太一定会被我踩在脚下的 我现在就去买香料 不行 没有特殊的香料 我肯定赢不了 唉 要不去借高利贷吧 只要你赢下这次 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服人 苏曼出现了 她借的高利贷买香料 要不找她 不用 把这个假的香方 神不知 鬼不觉的送给她 我要在她 志得意满的时候 给她迎头一击 是 这条香大会的冠军 还能进云天集团 真是好大的福气 可不是 那可是全球第一的云天集团 简直一步端天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还意外得到了一个高级香方 这次大会 我一定是关心 徐老 您是条香协会的会长 您先请 张老弟 今天是你的主场 还是你先来吧 那就承让了 我宣布 条香大会现在开始 一个小时后 开始评比 这个香味不错 你试一下 确实不错 谢谢老师的夸奖 这个是我的作品 我以后还会继续努力的 这位女儿的实力 请证一下 这位女儿 你只能是我的男人 苏曼 你果然来了 物警来了 还故意造假 造假 苏星你这是污蔑 你是有证据证明 还是说 你认为你比 挑衅邪护负责人 水平更高 我来拆穿你 我来拆穿你 自然是因为我有证据 不可能 苏星已经是这样了 不是意外得到 那张高级向方 我已经查过你 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污蔑人的后果吗 徐老 张老 还请你们给我主持公道 大安娜小姐 您来了 大安娜小姐 竟然是你呀 看来还是我们水平不够啊 什么 这位小姐 居然是世界级挑衅冠军 天呐 我的偶像来了 不可能 她就是个捡垃圾的 怎么可能是世界 顶级挑衅大师 你撒谎 苏玛呀苏玛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时间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又在搞什么把戏 我可没有装神弄鬼 你可以闻一下 你刚才调好的香 是不是已经没有味道了 是已经没有味道了 怎么会这样 其实呢 你的那张高级香风 是我故意给你的 它就是一张废弃香风 调香成功十分钟后 香味就会消失 根本就没有用 你这个贱人 我打死你 王岸 把这个扰乱会场的松万带出去 偷尽取巧 弄虚作假 你被调香协会出名了 不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戴安娜小姐 见你一面真的不容易 可不是 戴安娜小姐 既然来了 不如你也当个评委吧 好 那我就在两位前辈面前 现丑了 世界观精品叫我的香水 我好提到 苏曼 妈的 别逼老子动手 救命 有没有人啊 快救救我 你叫破红楼 都不会有人来管你的 跟我走吧 马哥 也不知道苏曼去哪里了 这个女人 还真是能躲 你放心 她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 上次借头高丽带的马哥 是个有暴力性癖的人 她上次被赶出晚宴后 就被马哥带走 现在估计被折腾的挺惨 多行不义 闭字闭眼 堵在我胸口的这口恶气 总算是出来了 明天我要去林园看妈妈 把这些都告诉她 让她也高兴高兴 我陪你一起去 嗯 让我妈妈也看看她的好女婿 苏曼表现的不错 哥很喜欢 下次再接再厉啊 嗯 苏曼 都是你害我到这步田地 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你很开心啊 当然开心了 我表现的很明显嘛 看你从陵园出来 嘴角就一直的上扬 苏曼 你去死吧 欣欣 你没事吧 没事 思念 你有没有受伤 没事 思念哥 我回国了 你能来机场接我吗 你先在那里待着 我派人去接你 思念 是谁要回来了吗 一个妹妹 待会介绍你们认识 一个妹妹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你还有个妹妹啊 老实交代 怎么回事啊 这可是个秘密 当初我被拐卖到国外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跑出来了 险些被饿死 刚好是路过的林可可 给了我面包和水救了我 后来父母双王 我就注资把它送到国外 现在毕业回来了 是这样啊 那我还真得谢谢他 要不是他啊 我怎么可能有这么优秀的老公 我怎么闻到一股醋味 你是不是吃错了 我才没有呢 是你鼻子出问题了 要不要回家 好 我们回家吧 今天林小姐过来 我安排人多准备一些菜吧 对了 她有什么喜好吗 欣欣你不用这样 不懂就别瞎指挥 我呢 是你的妻子 是她的嫂嫂 我和姑嫂第一次见面 可不能大意了 可一定得安排好 好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她的爱好是什么 你自己看着办 嗯 好 爸爸妈妈 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吃不完的 难道今天有人要来 是啊 所以你们三个呀 要做好 知道吗 今天呢 爸爸的妹妹 也就是你们的姑姑要来 一定要学乖一点 知道不 爸爸的妹妹叫姑姑 嗯 贝贝真乖 姑姑要来 她不是在国外吗 难道林可可回国了 是啊 我去开个门 四年哥 四年哥 这就是四年哥的夫人 你不怎么样啊 敢和我抢四年哥 你给我等着 林小姐 里面请 我和四年还有孩子 都在等着你呢 你就是嫂子吧 我可是好奇的很呢 没想到 还真的有人 能说服我那臭脾气的哥哥 爸爸才不臭 不许这么说 听到没 别诬蔑我 这小姑娘 也是你们的孩子 对 她叫贝贝 四年哥属于我 竟然找了个生母孩子的母 不过这样也好 这小女孩就是我的把柄 我在这里住下 再挑拨一方 让她们两个误会 四年哥一样 可以属于我了 哥 嫂子 我想在这儿借住两天可以吗 可以啊可可 房间啊给你收拾好了 谢谢嫂子 爸爸妈妈 可以吃饭了 吃饭吃饭我饿了 欣欣晨晨 你们还记得可可姑姑吗 记得记得可可姑姑 记得 视频电话里面见过 给你们带了礼物 谢谢姑姑 对不起嫂子 我不知道还有贝贝的存在 就没有给她带礼物 没事不怪你 那我们先吃饭吧 欣欣晨晨 把玩具放下 齐手去吃饭 好的 欣欣晨晨 把你那碗里的土豆吃掉 不许挑食 跟妹妹学学 妈妈 土豆不好吃 讨厌土豆 土豆好吃的呀 必须吃掉 不许浪费 嫂子 欣欣晨晨 不喜欢吃土豆 就不吃呗 补充一样的东西 做得是 没必要这样上高上限的 是不是虐待孩子吗 姑姑坏 妈妈才不是你说的那样 讨厌姑姑 胡说什么啊 欣欣是孩子的母亲 怎么会害她呢 嫂子 是欣欣晨晨的亲妈 那苏曼 以后不要在我和孩子面前提 她就是个骗子 好的哥哥 嫂子 是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不知者不怪 就是希望妹妹 在下一次说话之前 脑子 稍微转两句 说我没脑子 等着苏欣 你以为你是孩子亲妈 就可以凶路我 嫂子 我接话献佛的 给你赔礼 这碗汤你一定要收下 我自己可以 不劳烦妹妹了 你就接着 你不接着 你不是不原谅我 那就先谢谢妹妹的心意了 我就收下了 我的衣服 嫂子 我都这么真诚 给你道歉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原谅我 妹妹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你还不清楚吗 妈妈才没有不愿意呢 是你没有拿好的 姑姑房间有监控 你看我都这么真诚 给嫂子道歉了 她还这么不待见我 她要是不喜欢我 我可以一看 我还是要脸要迷生的 四年哥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 行了 你快去换件衣服 然后过来吃饭 不要再废话 要不然就去调监控 好的 四年哥 欣欣 孩子们我已经安置好了 可以睡觉了 嗯 哎 放手 我要去给林可可换床单 让用人来就行了 只要你一个总团夫人 亲自动手 那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夫妻一提 我当然要势必轻功了 哼 我怎么闻到一股吃醋的味道 谁吃醋了 瞧我 忘了让佣人跟你说一声了 我以前经常在这住宁 让你白跑一趟了 妹妹终究是教课 以前我不在就算了 现在 我可不放心佣人 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休息 敢跟我抢门 我不会放过你 哎 总裁 我去楼下给你买药 四年哥哥 我喜欢你很久了 这次趁那女人不在家 我们身边煮成熟饭 那样我们就可以 永远在一起了 我跟你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你们在干什么 滚开 林可可 湛思年 可是你哥 嫂子 我们虽然是以兄妹相称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是青妹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才是最爱她的人 你就把湛思年 让给我好不好 林可可 你让我恶心 苏星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否则 你那三个小崽子 会不会缺个不少腿 那就不一定 你威胁我 威胁你 是瞧得起你 识相点就赶紧滚 四年哥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可要对我负责 给我一个名分啊 林可可我是罪了 我不是死了 你怎么没做过我能不知道吗 你这么爱遮量 还得教训还不够吧 四年哥 我喜欢你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妹竹马 你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 想受着我的优待 欺负着我的夫人 林可可 你可真够大胆的 四年 来得正好 取消林可可的一切优待 把她送出国去 四年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给苏星道歉 行行 快把人带走 最好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 这辈子不要回来 是 老婆 别生气 老婆 这次是我大意了 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亲一下 亲一下就不生气了 行了行了 我原谅你了 一身酒气 快去洗漱吧 好 这就去 我要回来了 湛家已经没有你的地位了 我奉劝你赶紧离开 最近怎么这么多骚扰简讯啊 妈咪 是薛静怡 薛静怡 我查过了 传说中爹地的未婚妻 但是爹地从来没有承认过 不用担心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啊 对了 嗯 爹地说明天要带我们去运河府吃饭 可是我和晨晨需要参加培训课 你还是带着贝贝去吧 我们家的宝贝真棒 这个家啊 你操心的倒还挺多 哼 我去睡觉了 明天玉河府新来的厨子还不错 带你去尝尝先 好呀 湛总还真是大忙人啊 这一路都接了二十个电话了 这是张不限额的卡 你带着贝贝先去 我接个电话 那你去吧 不用担心 并且你要赚钱养家 爸爸 你先去忙吧 好 走吧 妈妈看看吃什么呢 贝贝也想看 好呀 那贝贝你看一下 你想吃什么呢 哇 贝贝想吃肉肉 这个呀 好 贝贝还想吃 这个草莓蛋糕 不行啊贝贝 小朋友是不能吃太多甜食的 不然容易蛀牙 这牙齿呀 会被虫子吃掉的 贝贝不吃了 好 贝贝真乖 那我们看一下别的 妈妈 我去看看爸爸回来了没有 好去吧 小心点啊 贝贝小心点 我的衣服 阿姨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哪来的小野种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你给我滚开 住手 贝贝你没事吧 妈妈我没事 苏心 又是你 薛小姐 苏心 我调查过你 听说你五年前已经死了 这人死 不能复生吧 可以复生呀 我刚去阎王殿溜达了一圈 这阎王殿的人说了 好人有好报 不让我死 不过阎王殿的人也说了 像你这种门横无礼的人 下辈子不一定做人啊 你 下辈子的事情 可以不管 但是 我这件衣服 可是高级定制 价值五百万呢 你女儿把我衣服弄脏了 说说吧 怎么赔 五百万是吧 可以 我赔 但是 你必须给我女儿道歉 给你女儿道歉 她吃不吃的笑啊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薛小姐 好大的口气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这钱怎么会 我 这张卡里 有的是钱 区区五百万而已 把你手机拿来 我给你转钱 这卡上 有赚家的消息 这是森年的货卡 好啊 我果然没有看错 我就说呢 你这个相伴老 怎么可能答应得这么痛快 原来 偷了四年的这张 性额黑卡 敢在我面前抓 你做梦 我就很好奇 你是哪只眼睛 看到我偷他卡了 我还说是他愿意给我的呢 把我的卡还给我 不可能 四年不可能把这张卡送给你 一定是你偷的 素心 都被我发现了 你还死不悔改 不说 我妈妈才没有偷呢 闭嘴 没规矩的野丫头 龙生龙 凤生凤 跟你妈一样 都是个没教养的东西 你再说一遍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怕是说 你没有认清 你自己的本质 要我重复一遍 啊 薛静怡 我劝你 最好薛是留点口德 不然下一次 可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苏贤 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 打你 打的就是你 我弄死你 我很好奇 你是想怎么弄死我呢 妈妈 这个阿姨好可怕 爸爸不怕 妈妈在呢 你们都给我去死 静怡 咱们回事儿 你在干什么 爸 你来的正好 这个贱女 偷了四年的五线额黑卡 不承认就算了 还带着她这个小野种 一起挑衅我 打我 什么 他们竟然敢打你 是啊 我的脸就是她打的 我今天下午还要去见四年 这个怎么办呀 爸 你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好啊 你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敢欺负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是湛家的未婚妻 保安 把她给我赶出去 她才不是爸爸的未婚妻 爸爸喜欢的是妈妈 爸爸 妈妈 没规矩的小丫头 爸爸是不能乱叫的 你要是想找爸爸的话 我问你妈妈 是个哪个野男人生的女 薛静怡 你是喝厕所水长大的吗 嘴巴这么臭 你是个又臭又坏的人 贝贝不喜欢你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不然 你怎么会急 你们妇女 还真的是一秋之鹤 一样嘴臭 一样的让人厌恶啊 战思年跟你们这样的人结亲 真的是瞎了眼了 混账东西 我要好好教训你 住手 谢总 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来了 爸爸 终于来了 这个坏女人 和这个肥爷爷 一直在欺负我妈妈 你快收拾她们 司令 你怎么来了 薛静怡 你还敢动我的女人 你真当我是死人吗 这个小年 要占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啊 战爷 竟然在这里遇到你 一个人吃饭 怎么不让静怡陪你 徐总都一把年纪了 难道还不知道 自作多情 几个字怎么想 哎 战爷 你和我家女儿什么时候结婚 滚 战爷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 让你带着你女儿滚 司令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哎呀 战爷 你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也是你的长辈了 你这是不是 没大没小了 我从未承认过 我有个未婚妻 我也没有说过 要娶任何人 薛总怕不是最近 被美人冲昏了头脑 恐怕您还不知道 我已经通知云天集团 取消了和你们薛家的所有合同 啊 战爷 这 这 啊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 如果你们以后薛家还敢借着我的名头 和薛静怡的名义出头做事 那这帝都以后也没有薛家的存在了 静怡可是你家长辈给你订的未婚妻 那又如何 这帝都没有人敢 无视我占思年的心意 我也从来都不怕危险 你 思念 我才是你最舒服的妻子 趁我现在心情好 马上过来 不然你们薛家 要蒸发几百万股票了 有话好好说 啊 我们走 啊 我不走 闭嘴 走 表现不错嘛 嗯 还可以 走 给好了 你看看你还想吃什么 好 我让他们上菜 嗯 薛静竟然是跟这个剑女人在一起吃饭 这个女人不简单 还有那孩子 难道是思年的 不可能 这个女人明明才回过几个月 嗯 怎么会跟思年有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 走了 别看了 我们回家商量一下 那女人和湛思年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不承认你这个未婚妻 而且还放弃了和我们家的合作 打压我们家 我上次算计思年 结果因为堵车没赶上 被那个苏欣给占了便宜 嗯 思年也被她给迷惑了 算就算在你的头上了 你是第一个呀 蠢死了 爸 我知道错了 嗯 但是你也知道 这么些年 我们家用战四年维护妻这个旗号 享受了多少好处 我需要你帮我 等我做了战四年的夫人 不仅是我 咱们薛家 都能得到好处 只要我们薛家 以后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也是 不过我警告你啊 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换人的知道吗 我知道的 爸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打算怎么做 我们家可是香料市家 自然是按照香料做文章 爸 这湛江的暗箱品牌 虽然说创立不久 但是它的势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你有把握吗 我已经和调香协会 取得了合作 是国内首届调香师 线下交流大会的主办方之一 到时候 你可以展示一下 自己的调香方面的实力 加上我们家的名头 让湛江那个小子 看看你的价值 谢谢爸爸 有了你提供的机会 我一定把四年拿下 我现在就去 写请柬了 好 爸 那你动作快点 我想给四年送请柬 打探一下他的消息 好 四年 你很快就会知道 只有我才是你最合适的人选 只有我 才配做你的妻子 秦恒 怎么回事 是薛小姐 她拿着调香师 线下交流大会的请柬 非要来见你 我已经把人赶走了 这个呢是邀请函 做得不错 东西扔了吧 以后这种东西 不要再递到我面前 还有 记得把云天集团的安保系统升级了 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情况 是 你的快递 什么东西 邀请函 调香师线下交流大会 三天后在维也纳酒店举办 请戴安娜大师利林指导 调香协会徐会长亲笔 调香协会寄来的 线下调香师交流大会 看来徐老师知道我回国了 还把我的住址摸透 这是迫不及待想要我去参加呢 那你想去吗 这是调香师 线下交流会的邀请函 一个调香师线下交流大会 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 国外的交流会我去过 国内的我还没去过 妈妈你就带我去吗 妈妈去吗去吗 好那我们去 我们都去好不好 不过要事先说好啊 在交流大会上不许捣乱 提醒你不许黑别人的电脑系统 听到了吗 你小子还黑了交流大会主办方系统 就是不允许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那也不能黑别人的电脑系统呀 小小年轻 随便黑 我给你兜着 战司黏你 那你们父子三个玩吧 我走了 喂 齐航安排一下 三天后有个调香师线下交流大会 既然你们这么想去 那我也一起去 太好了 爸爸妈妈一起去 我这次交流会 该安排小姐 都不做了她的朋友 你就会知道 我还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来帮你一下吧 好了 我老公真帅 再帅人都是你的人 开心吗 嗯 那我们走吧 战太太 请 战先生也请 高不高兴啊 爸爸先去车上拿点东西 你们先走好吧 爸爸 你要快点过来啊 好 我们走吧 战小姐 听说你们薛家 也是这次主办方之一 看这规模 怕是花费了 不下千万了吧 薛家真不愧是帝都豪门世家 这底蕴还真是深厚 我们薛家 可是有名的香料世家 自然要给诸多同行 做个榜样 我听说 战安娜大师 要来参加这次交流会 是不是真的呀 战小姐 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是有龟客降临啊 我哪会做这么大排场 要说呀 还是薛家厉害 连一项难请的战安娜小姐都能请过来 是啊 到时候战安娜 要是来了之后 可得让我们给沾点光呀 好呀 好呀 你们跟我一场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们走 宝贝们 妈妈要去那边看一会儿 你们去不去啊 我们想在这里等爸爸 好 那你们在这里 乖乖乖等爸爸 妈妈去逛逛就回来 好的妈妈 真乖 真乖 哎呦 老乡师交流会 你胆子不小啊 不过你也配 赶紧给我滚出去 如果我不来的话 恐怕这场交流会 举办不了的 笑死我了 我看 该走的人 是你薛静怡才对的 你们听到她说什么了吗 还真是癞蛤蟆张嘴 好大的口气 可不是吗 还真以为自己是命运主角 世界中心了 难不成 这交流会 没了你还办不下去了 真是个笑话 可不就是个笑话吗 苏星 你要是没睡醒的话 我给你个建议 那边有个金鱼缸 你自己把头伸进去清醒清醒 徐小姐 这倒真是个好主意 苏星是吧 做人呢 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徐小姐 可是这次主办方之一 那可是能和戴安娜大师 搭上关系的人 戴安娜大师 哎呦 我是粗心 你混进来之前 也不调查调查清楚 戴安娜大师 你都不认识 她可是 上界世界调香师 以下冠军 世界第一起女子 我的偶像 哎 戴安娜 是你的偶像 如果学起你 她现在正常 就是她的偶像 她的表情 一定很有趣 我可是迫不及待想唱 徐小姐 她就是个家庭主妇 哪知道戴安娜小姐的厉害 戴安娜小姐 别跟她浪费时间了 我直接帮你把她赶出去 也是我想唱了 这种人 你跟她说了也不明白 她智商就那么高 跟这种人待在一起 真是拉低我的层次 晚安 赶紧慢点赶出去 能赶走我的人 只有戴安娜 你薛静怡 还没有资格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 还轮不到你来叫嚣 你确定要赶我走 苏星 你少在这里 拿着鸡帽当令箭 别以为你傍上了思念 就可以来我们上流社会混 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才是思念最合适的妻子 对你 她就是王妈而已 是吗 既然薛小姐这么自信 又何必在这里 跟我纠缠呢 你是不是心虚啊 你自称战俗年未婚妻这么多年 也没有见她对你喜欢半僧 可显而易见 你这魅力真是堪忧啊 薛小姐 要不要我教你几章 闭嘴 我看你就是找打 换女人 不许你欺负我妈妈 这哪来的小孩 滚开 晨晨你没事吧 妈妈我没事 让你去 我妈妈我弟弟 这三个都是苏欣的孩子 看情况是吧 不过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三个孩子有点很面熟 好像是有点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我也觉得 原来这几个没教养的 是你的孩子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教教他们什么是规矩 你也配教我孩子规矩 滚开 苏欣你这个贱人 竟敢打我 怎么还不起开 还想挨打是吗 你这个贱人 我要弄死你 弄死我 你也得有这个资格 我们要不要帮忙 你傻呀 先看看情况再说 你明知道战四年有主了 还勾引他 还吹吹挑战我 弄死你 还有我的腰啊 薛小姐 看你叫这么大声 那我就放心了 你还真是精彩的演绎了 什么叫做 偷鸡不成到十把米 这一百块钱你收着 就当是我给你的营养费 妈妈 她好像一只气苦苦的癩蛤蟆呀 好好笑 苏欣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快扶我起来 保安 保安 死哪里去了 赶紧把这个女人 和她的野种 给我赶出去 狠狠地打一顿 苏欣你去好好享受 我给你点的服务吧 还有十五分钟大会开始 戴安娜大师你到后台 徐会长在后台等你 薛小姐 看来上天都不站在你这里 谁不知道戴安娜大师 最饥饿如仇 你别以为戴安娜来了 已经有护身符了 你们别浪费时间了 薛小姐 你还是去准备准备 你接戴安娜大师吧 说的对我们走 我劝你最好停下 住手 贝贝讨厌你们 你们滚开 你们在干什么 徐老 孩子们快叫徐爷爷 你好 徐爷爷好 徐爷爷呀 没给你们带什么礼物 下次一定给你们补上 好不好 好 徐老 你呀 就太较真了 怪不得条乡协会的人 见了你 跟猫见了老鼠一样 可见这个特质有多厉害 哎 我要是不较真呢 我怎么能当上这个协会的会长呢 哎 这些人的眼睛啊 可都是长在头顶上的 哎 你刚刚从国外回来 就懒得动了 要不是我给你出事邀请函呢 嘿 估计啊 就不会来协会看看了对吧 徐老我保证 有时间啊 一定会去协会转转 那还差不多 哎 刚才那个保安什么情况 哎 哎 就是遇到了几个讨厌的人 耽误了一会儿 哎 对了 徐老你不是在后台吗 怎么过来了 这不是等不到你嘛 就出来看看 你有什么事情被耽误了 哦 没想到还真是 那就多谢徐老操心了 哎 没事啊 哎 丹啊 你在国外参加的交流会比较多 那你看看 我们这次的交流会 比这个国外的交流会办的如何呀 可一点都不差呀 这一排排座位简直大手笔 哎 这个呀也是我花了不少心血安排的 现在距离交流会还有一段时间 要不要过去看看 可以呀 走 嗯 嗯 徐老 您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 那行 那你先忙着啊 我先走了 等到交流会再聊 好 跟爷爷再见 爸爸 宝贝们 妈妈要去那边看一会儿 你们去不去啊 我想在这里等爸爸 好 那你们在这里乖乖等爸爸 妈妈去逛逛就回来 好的妈妈 真乖 这交流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怎么还不见戴安娜小姐的出现呀 会不会戴安娜小姐在那场 不如我们先去 走 你怎么还在这儿 这里可没有你的位置 这里虽然是初级调香师的位置 但你一个家庭主妇 就别在这里秀存在了 虽然你们没有演过 但是有一句话说对了 这初级调香师的位置 确实不是我 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还不快滚 苏欣 你是不识字还是眼瞎 没看到这里写着 中级调香师几个字吗 我有说过我要坐这里吗 你耍我们 耍你们倒是不至于 我可没有这么闲 我要找自己的位置 找你的位置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侥幸进来 这调香师交流大会 就把自己当成高贵的调香师了 可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这初级中级都看不上 难不成 我看你还能找什么点子 这高级调香师的位置 也就十几个 个个都是国内有名的人物 我倒看看你是哪一位 我哪个都不是 这里我也不喜欢 我已经看到自己的专属位置 专属位置 我看看能撑到什么时候 这个位置不错 视野开阔 一下子能看到整个会场 我喜欢 你给我走开 这是我偶像戴安娜的位置 你这个贱人 竟然敢玷污她 你找死 再死 苏星这个女人 到底想干什么 快点把她从上面拉下来 现在交流会正式开始 有请戴安娜大师上台 戴安娜大师 马上就要出现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她 给我签个名 好激动啊 戴安娜大师 这可是首次录像 好期待呀 算你实相 赶紧滚 我可不想因为你这一颗老鼠屎 换了一锅好汤 咦 人呢 她 她竟然上台去了 大家好 我是戴安娜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调香师 线下交流会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尽情交流 共同进步 戴安娜大师还真是年轻啊 戴安娜大师不仅能力出众 这样吗 你是医学啊 什么 苏星就是戴安娜 这不可能 她就是个家庭主妇 你们都被她给骗了 胡言乱语 这个怎么可能不是戴安娜大师呢 苏星你给我下来 别以为没有人知道 真正的戴安娜大师的身份 我告诉你 当初戴安娜大师上台领奖的视频 我手机里可都存在呢 她可是正经的 印度人 而不是你这个连香水都不懂的女人 你竟然敢冒认戴安娜大师的身份 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够了 想吃牢饭 那薛小姐的意思是 调香协会会帮我造假了 又耍什么花招 你不是认为我不是戴安娜吗 那我就给你一个确认我身份的机会 怎么 这是我冲穿了你的真实面目 你及时补救 不 你说错了 薛静怡 我知道你是戴安娜粉丝 并且和我有诸多的矛盾 你自然是不愿意相信 我就是戴安娜 如今我会让你彻底死心 薛小姐 这是你亲口说过的邀请 那你就好好看看 认认我的笔记 到底是不是戴安娜 至于你说的印度女人 那只不过是我当时得冠军以后 不想生活不平静 就让家里女佣上台领的奖 原来是这样 我们都错了 就算你是戴安娜又怎么了 我记你时 你是高刚在上的调香师 我不记你时 你也就是下贱的手艺人 你竟敢侮辱我们的调香师 我们调香师协会 不容被侮辱 现在立马给我走人 你赶我走 徐会长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调香师家 薛家的大小姐 这次交流会的主办方之一 同时 我们家也是 这次交流会的最大原料 供应商之一 你赶我走 你够不够资格 我没资格赶你走 哈哈 今日啊 我真还敢定你了 我倒要看看你啊 是怎么样让我下台的 徐会长 苏西就是个外围 你这么护着他 你该不会是他的 沐上之兵吧 要不然他一个外人 怎么会参加这个 还能大言不惭的 造假 你 你 嗯 徐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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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徐会长 琴琴怎么了 思念 快叫救护车 徐会长晕过去了 别担心 其后马上会带人送徐会长去医院 徐会长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我怕他出事 思念 你来了 你说 这个苏星 竟然贸人世界冠军 戴安娜的身份 是不是该把他赶出去 薛静怡 你哪只眼睛看到他 貸人世界冠军 原来苏星就是戴安娜呀 两个名字一个人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你不要再颠倒黑白了 哼 就是他 他一直在欺负妈妈 你快帮妈妈报仇 你赶紧滚开 大人的事 你们小孩少插嘴 小孩子不能插嘴 那我就当大人的插手 可合适吧 思念 我可以接受你在外面 跟别的女人调情 但是你为了孩子的妈妈 必须是我 你这样 把我放在河地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是看到我父母 和你们薛家的关系的情况下 我才放过你 但是你们一直把我的容忍当纵容 一直挑战我的耐心 我看这地图以后 也没有薛家存在的必要了 思念 为了这个女人 你真是疯魔了 她到底哪里好了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你连她在外面 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你都可以接受 那这些年 你不能多看看我吗 你到底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我的夫人哪里都比你 她比你善良 比你有原则 至于我的孩子 也不用你操心 她们本来就是我的亲子 我再怎么宠爱 也是我的问题 不可能 一定是苏西迷惑了你 我不会放过她的 剩下的这些野种 我也都不会放过的 薛静怡 你敢动我的夫人 看来是上次给你的教训 还不够 齐恒 联系公司 薛家可以破产了 以后我不想再看到 薛家的任何一个人 四年 我错了 我只是一世情云上头 你开在我们两家 是释交的份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来人 你给我把她赶出去 不不不 四年 老婆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各位同行 如今徐会长情况危急 我也再没有心思 跟大家做交流 不如这个交流 就改日吧 各位意想如何 好的 大安娜大师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散了吧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走吧 嗯